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今天就让我小明为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谈所发生的大小事 第一则新闻 小改款的Nissan Navara正式登场 那在上个星期三呢 Nissan就为这个 Navara在泰国全球首发了小改款车型 这一次这个小改款的Navara在外形上面是有很大的更动 我觉得这个设计看起来就和Nissan另外一款的 这个皮卡也就是Nissan Titan 风格很像 算是一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啦 而且我觉得这个样子哦 看起来很阳刚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形看起来真的是 已经是接近大改款的感觉 因为更动真的是很大啦 那讲回引擎的部分 它的这个动力组合呢 也就是搭载这个2.3L的柴窝人这台引擎 最大马力为190hp 这一峰之扭力则是450Nm 那这一回啊 这个小改款的Navara 它是有导入了这个被称为 PRO 4X的 四轮驱动系统 它能够自动根据这个路况做一个侦测 然后自行分配扭力 四个车轮以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抓地表现 而在配备方面呢 它则是导入了全套的这个先进 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像是自动紧急刹车啊 前方碰撞一紧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车道偏离辅助 车道偏离警示 眼镜灯光自动调节 还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这一些功能算是相当完整的一个 Avance Safety System 这方面我是觉得 哇让这个Navara 变成成为一个很安全的皮卡车哦 那目前这一款小改款的Navara 已经算是正式登场啦 我们预计 它最快 明年就会来到我国和大家见面 大家觉得 这款Navara如何呢 第二则新闻呢 是一个已经是有 消息传出一段阵子的一个传闻啊 那这一回 终于获得正式了 那就是 NASA 确认脱手 Kia 还有Purjot 这两个汽车品牌 NASA的高层是在 不久前啊 接受这个本地的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呢 目前这个NASA集团他们是正在 进行业务重组 相信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之前这个 我国市场因为受到这个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呢 导致原本销量就不太理想的这个Kia Kia 还有Purjot 呢算是雪上加爽啦 截至今年的这个9月份啊 Kia 只卖出了635辆汽车 而Purjot 呢 则是 856辆 那接下来 这个Kia 还有这个Purjot 会是谁接手呢 有消息就指出 代理我国Mazda的这个业务的 Permas Motor 呢就有意接手这两个品牌 但是呢一切的详情还是等待这个官方确认为准 而根据之前的消息呢除了这个Permas Motor 以外呢 其实 Purjot 集团以及这个Sime Darby Group 他们也是有对这两个牌子有意识哦 就不知道到最后这两个品牌会花落谁家呢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同样的也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关系 导致很多原本计划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就推出的新车全部 都Postpone 推迟到 稍后 也因此呢在上个星期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新车公布价格啊 正式登场等等的 就包括了这个小改款的CRV 还有小改款的Yaris了 那我就先说一说这个小改款的CRV好了 这一回它在外形上呢是有进行一些微小的调整啦 但是它最主要的还是在配备上进行了蛮多的更新 首先在这个引擎方面呢它还是依旧是维持这个2.0NA 以及1.5 VTEC Turbo 涡轮增加引擎的配置 不过呢这次它取消了一个车型 也就是这个1.5的TC版本呢是被取消了 但是 TCP版本也是TC Premium 的这个顶级车型呢 它则是多了这个4WD 的车型 简单来讲就是TC被cancel了 然后TCP多了这个4WD 所以之前的这个TC的4WD是移到了TCP 而在安全配备部分呢这一回这个小改款的CRV 将会全系导入这个Honda Lane Watch 车侧盲点显示系统 至于之前就有的这个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呢 这一回也是有小小的跟动啦那就是 在这个1.5 VTEC Turbo 车型上呢 全部都会拥有这个Honda Sensing 目前这个小改款的CRV 价格已经公布 售价从139,912令吉起跳 我们会在这个影片的剪接处 放上我们的这个文章连接 里面将会有更多关于这个小改款CRV的详情 大家可以贬机查看 接下来就是这个 小改款的Yaris 同样的原厂也是公布了部分的细节 还有这个预售价格啦 那在售价方面呢 它这一回是从71688令吉起跳 至于在这个配备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就先讲一讲这个外形啦 大家从这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出 这一回它的整个前点造型也是 重新设计过 包括导入了这个大家都很期待的LED头灯组 而在配备方面也是有所加分 这回这个小改款的Yaris 除了有这个 支援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的这个主机以外呢 它甚至还多了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哇这个在B-segment来讲 算是前所未见的 而在这个安全性能上呢 也是有惊喜 除了延续之前的这个 漆气囊的设定以外呢 这一回Yaris 也导入了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 主动式安全系统 但是是有一部分的功能而已啦 包括了这个能够在15公里以上 启动的前方撞击预警啊 还有这个可以在50公里以上 启动的车道偏移警示等等 但所有完整的规格呢 一切还是等待这个 Toyota Malaysia 的正式官方公布 才能做主 接下来这个呢 又是一款B-segment的商品 它就是 Nissan Almera 其实这个 大改款的Almera 早在之前就已经在我国市场公开一定了 不过直到最近 它的这个 正式的价格才终于出炉 这款车的价格在豁免了 这个SST以后啦是从79,905 令吉起跳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价格如何呢 不过呢 相比起价格啦 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还是它是 首款 搭载涡轮震压引擎的 日系 B-segment sedan 没有错 它搭载的是1.0L 的三缸涡轮震压引擎 关于这点 我们之前已经有为大家试驾过这款车 想要知道它的表现如何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除了引擎是亮点以外 我觉得这一台车它还有另外一个亮点那就是在安全的部分 首先 这个大概款的Alvera 呢 这一回就全系 搭载这个 前方碰撞预警还有自动紧急刹车哦 在这方面算是诚意 蛮多的 同时呢 顶级半车型呢它还多了这个车侧盲点侦 后方横向来车侦 以及360度的全景摄像辅助系统 在这方面我真的觉得它 在统计之中算是 完全是颠覆了大家对这个B-segment的这个想象啦 第四则新闻我要讲的是我们的国产品牌 也就是Perodua 了 这个Perodua 这一回又创下一个新记录 那就是在单月的这个销量方面呢 它又创下了新高 那其实这个跟我国之前因为这个疫情啊 逐渐缓和 加上政府的这个援助 之下呢 boost到我国的这个计程业了 也让这个Perodua 快速的恢复 其中啊它在这个今年的9月份 还有10月份就连续 两次打破了自己的这个销量方面的记录 但它在9月份呢它就卖出了这个25,085辆新车哦 这个已经是破它自己的之前的record了 但是呢它在10月份呢又卖出了26,852辆新车 这个比9月份又更加的高咯 算是自己超越自己的概念啦 Hashtag akusuda bijaya 那从车型来看呢 这个Perodua的主力也就是myvi呢 在8月份呢就已经卖出超过8000辆了 哇很厉害哦 而另外一款也是受到非常受到欢迎的车型 那就是它的这个Beazard 也是成功卖出了6,895辆 这个销量比起AXIA 是还要更高的 这也让它稳战了A-Segment Sedan的这个 冠军霸主的地位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则的这个 笑点新闻 它就是 喜测佬的Honda Civic FK8了 我不懂大家知不知道呢 这款FK8啦 其实并不是在日本生产 而是在英国所生产的一款 Civic Type R 也因此之前很多人就讲这个Civic Type R 不算是真正的一个JDM啦 这就是原因了 不过呢因为现在英国脱欧的关系 在英国生产的这个车款 出口至其他的市场呢 已经是没有税务上的优惠了 因此很多汽车制造商就开始退出这个英国市场 将这个生产线搬迁出这个国家 而这当中呢 Honda 就是其中一家了 根据还有外媒体的报道 Honda 计划在生产完这个2020年份的 Honda Civic Type R 以后呢 它就会暂时停产这款车型 而生产线呢很有可能会 搬回娘家 也就是日本的 所以未来我国手贩售的这个 Civic Type R FK8呢 很有可能将会是 真正正正的 Made in Japan 也就是说 传说中 纯正的 JDM 车型 就不知道大家会期待 Made in Japan的Type R 吗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1的所有新闻内容啦 就不知道大家对以上的这些新车呢 有什么看法也想要分享的吗 又或者是 你可能是其中一款新车的这个准车主 如果是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一起做做朋友 吹吹水叫交流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